起源于烈火墨西运动的人民公正党 已经走过25年 为了延续斗争 确保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连任首相 蓝眼今天宣布提前两年备战来借全国大选 继而推出科马斯16 以及公正党25周年强化计划 在启动这两项框架后 党内领导层和领袖 即日起将动员到各州和各区部走动 以展示备战大选的决心 延续烈火墨西斗争 是蓝眼创党25周年的主题 这一路走来 全国累计党员人数达到1153212人 光是过去9个月就新增了16529名党员 改革和斗争使命还在继续 趁着25周年党庆 公正党今天正式推荐 第16届全国大选备战计划 哥马斯16 提前两年备战培训和监督来届大选 并设定关键绩效指标 确保党主席首相拿多斯里安华可以连任 同时启动公正党25周年强化计划 POP25 以便制定强化党行政组织宣传的工作 确保蓝眼的理念能够更好地灌输给国人 属理主席拉菲兹说 这两个框架只在重新加强从党基层到领导层的 向心力以面对各种挑战 Maka keseluruhan kepimpinan dan kekuatan parti akan mula digerakkan untuk turun ke negeri-negeri secara berkala dan selepas itu untuk diperturunkan ke cabang-cabang menandakan persediaan untuk pilihan raya umum ke-16 bermula pada hari ini dengan sasaran yang lengkap dengan matriks yang jelas dan insyaAllah kita berharap persiapan yang bermula dua tahun lebih awal ini akan memastikan Datuk Suri Anwar Ibrahim kekal sebagai Perdana Menteri selepas pilihan raya umum yang akan datang Lafayze还说 公正党放眼在 2025年 通过电话银行覆盖八成 计划在明年前 培训和认证2000名基层通讯人员 并在100个选定的区部设立经过培训的食品银行 他强调 不管是欢庆引起或惊喜创党纪念 党的动员和组织力必须要延续下去 督促党的强大需与时并进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